荷兰人的性格以直来直去出名 我有位印度同学去红灯区 云语之余两人闲谈 橱窗女问她你多大了 印度同学回答说 25岁目前单身 橱窗女随口就问道 才25岁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去谈女朋友呢 虽然这位橱窗女来自东欧 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荷兰人 但显然她已经有了荷兰式的直来直去 在这里生活久了 你会很习惯荷兰人的直来直去 不过话说回来 别人找不找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要聊这个 两人至少也得是亲密的朋友嘛 感觉这位橱窗女不是很在乎那些 历史上荷兰人正是以直来直去出名 英国人发明了很多带荷兰的名词 例如荷兰阿叔 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实话实说 不留情面的人 其实荷兰人直来直去 说话没有禁忌 算是一种传统的 1581年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编法的时候 大陆另一端的荷兰宣布成立共和国 共和国在当时是一个新事物 是一个新概念 是一个没有太多贵贱等级观念的新世界 这对许多欧洲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英国人乔拉森写了一本《荷兰共和国》 其中有这么一段 外国人在惊奇的同时 也常常表现出批判不满鄙视 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敌意 对外来者来说 共和国治下的荷兰社会 有许多特征是畸形和可恶的 荷兰当局准许多元教会并存 人人有讨论宗教和思想问题的自由 这些事都是惊世骇俗的 另外荷兰人给予妇女 普人和犹太人以自由 很多欧洲人对这也看不惯 因为妇女 普人和犹太人群体 在欧洲这些国家 一直被限制在 卑贱拘束的生活状态中 在欧洲人看来 荷兰人给予这群群体自由 是过度的 外国贵族也倾向于 嘲笑荷兰人那种中产阶级的做派 取笑他们不懂得 恰当的社会等级 在17世纪 欧洲其他地方 刻度搏船很少 所以很多外国绅士 只好乘坐荷兰的刻度搏船 去旅行 他们不安地发现 那些最普通的荷兰百姓 都能随意地跟他们攀谈 毫不考虑他们的等级 仿佛他们只是随便哪个普通人 要知道这些登船旅行的外国人 是外国绅士 可以叫做老爷 同样的 1694年 还有个德意志作家这样写 那些荷兰省的女仆的举止和穿着 都跟他们的女主人十分相似 以至于很难判断 到底谁是主人 谁是仆人 大家好 我是老森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有些朋友批评老森观点片面 说老森喜欢什么就把什么吹上天 喜欢宋朝就把宋朝吹成世界第一 喜欢荷兰就把荷兰吹成自由灯塔 说老森为什么不去谈谈宋朝的腐败问题 农民起义问题 为什么不去谈谈荷兰红灯区造成的人口贩盲问题 以及荷兰历史上对殖民地的剥削问题等等 其实就荷兰来说 我对他也是有遗憾的 但只能叫做小遗憾 例如荷兰的公共设施 火车站 列车车厢等等 都能看到很多涂鸦 这些涂鸦是很严重的 在荷兰的大城市 许多街道也都有各种垃圾 烟头 还有些人在车站旁边抽烟或者抽大麻 去过日本 去过新加坡的人 肯定会觉得荷兰这些地方三乱差 其实就老森自己来说 也得承认这些地方有些混乱 不过老森明白 自由开放一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 这是自由的代价 是自由必要的代价 其次在开明的国家也都有荒诞的历史 有过那些不太规范的历史 毕竟发达国家也好 发展中国家也好 许多事情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 许多事情是逐渐变得更规范 更有秩序 更开明 更自由的 我们不妨就继续说说荷兰的这个自由 荷兰历来就以自由文明世界 17世纪 18世纪 荷兰成了许多思想家 艺术家的圣地 这既是因为荷兰有着丰富的图书馆资源 和科学收藏 更重要的是荷兰有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 近代早期 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 像笛卡尔 洛克和培尔 他们都跑到荷兰来 笛卡尔就说 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 可以让你享受到这种完全的自由 而前面提到那位德国作家 他说荷兰的女仆跟主人穿得一模一样 都分不清谁是主 谁是仆 他继续写道 这里的居民热爱他们的自由 胜过任何东西 正因为荷兰人爱自由 胜过任何东西 所以他们要独立 当时统治荷兰的西班牙王国 侵害了荷兰各省的自由和特权 所以荷兰人要唠独立 其实今天许多大陆人 不理解台湾人 香港人的一些行为 就是因为大陆人 对自由的热爱还不够吗 假如这个热爱足够了 大陆人也会走上街头的 回到主题 虽然荷兰从17世纪起 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自由灯塔 但活跃在荷兰的艺术家 思想家 大部分也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失落的 因为他们感觉到 荷兰的天还不够高 海还不够阔 荷兰也仍然没有达到 他们想要的程度 像蒂卡尔 最初他对荷兰满怀热情 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 他也开始忧虑自由的局限 著名的剧作家斯宾诺莎 也一直焦虑不安 而埃尼克斯 则因为独职的罪名被调查 最后死在了海牙的监狱中 而德霍赫也不得不从阿姆斯特丹 搬到另一个城市哈勒姆 就是要摆脱当局的审查 避免因为传播色情图画 而遭受论讯 不过这些艺术家思想家 他们虽然对荷兰也有抱怨 但他们集体都有这样的认识 那就是荷兰这个人口 不到200万的小国家 他所提供的自由 仍然是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 举完这些人的例子 老僧只是要说明 一个人喜欢荷兰 并不意味着 他认为荷兰就是完全的天堂 在欧洲迈入近代之前 他们也都有不宽容 不自由的历史 包括荷兰在内 例如我们熟知的《涅沙女巫》 荷兰也有对女巫的审判她的历史 不过荷兰是欧洲最早走出 这段迷信的地方之一 荷兰有座小城叫奥德瓦特 这里有一间 专门给女巫称重的屋子 不过这个屋子 原本只是浦东的称重所 它建于11482年 到了16世纪 才开始用来给女巫称体重 在中世纪的欧洲 其实每个城镇 都有这样的称重所 用来给粮食和牲畜称重 所以也叫棒房 称重所一般由政府管理 称完重就在这里挣货物税 从16世纪开始 欧洲普遍流行起一项迷信风气 也就是猎杀女巫 那么遍布在各个城中的称重所 自然而然成了测试女巫的绝佳地点 欧洲人相信 女巫没有灵魂 所以很轻 正因为轻 所以可以飞 那么怎么测试一个女人 是不是够轻呢 第一种就是漂浮测试 这在荷兰是非常流行的方法 道理很简单 荷兰到处都是水嘛 把被告扔到水中 假如它漂浮上来 就说明它是女巫 假如它沉下去 则说明它是无辜的 这让人联想到 西门报何博取妇的故事 当时的村民畏惧何博 只好定期把女子投入何重 假如它沉下去 就说明何博重义这个女子 回到主题 十六世纪的末 莱顿大学的学者 对这个漂浮测试法 进行了彻底的学术研究 证明了这种方法完全无效 所以这种方法在荷兰被正式废除 跟漂浮法并行的是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称重所的称重法 但在当时的欧洲 各地的称重所 这个称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可以在表盘上摆弄刻度 来显示您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欧洲当时有无数无辜生命 因此被烧死或淹死 而位于荷兰乌德瓦特的 这个称重所 则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据说 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扎尼武士 所批准的公平称量点 既然是皇帝老爷亲定的称 这里并没有什么暗箱操作 这里的工作人员会确保 没有人为操纵 不仅有称重师 还有几名证人 这样来确保所有人的体重 都跟他的身材相匹配 称完重 称重所还会出具一份证明 证明此人不是女巫 凭着这份证明 可以向你的家乡的法官去出示 证明你的清白 这就不奇怪 在乌德瓦特进行的称重 都没有导致任何起诉 在16世纪末 1593年之后 荷兰其实已经从 女巫的迷信中走了出来 再没有一个人 因为巫术而受到惩罚 所以荷兰本地人 已经渐渐遗忘了 这个女巫称重所了 这个女巫称重所 也就不再发挥作用 有趣的是 在它之后的150年间 也就是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 它却开始发挥作用 原来欧洲其他地方的法官 会派遣被告 让他们去往这个奥德瓦特 奥德瓦特只吸引了那些外国人 被荷兰之外的国家 用来给女巫测试 如今荷兰的这座称重所 已经成了一座博物馆 专门用来展示 欧洲这段荒诞的历史 假如你到这里来称量体重 你还能获得一项证书 上面写着 你不是女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期主题呢 用轻松的姿势 张力知识 我是劳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